学校门卫室里,保安一边放着戏曲,一边摆弄着穿戏服的人偶 夜半三更,此时小帅准备离开学校去找女友 保安健壮不慌不忙地把栅栏拉下 小帅看着女友就在对面马路等着,他就去找保安求情 谁知一开口就是喊人大爷,年轻小伙说话有求于人嘴巴也不放甜点 果然保安一听这话不爽了,我才比你大多少 大爷,不开 小帅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就连忙改口,哥,给开个门呗 保安油盐不尽,任你说啥都不听 手上继续摆弄稀有,说出什么出,回去睡觉 小帅解释说他女友就在对面等着呢 保安一看,恰巧女友等不耐烦就气呼呼地离开了 嘿,这不走了吗 小帅没办法,只能洋装自己回宿舍 保安则继续听着戏曲摆弄稀有 过了好一会儿,感到困意的他就将稀有整齐地放在桌上 然后回到门卫室休息 一旁偷窥的小帅见人离开了 就悄悄拿走稀有报复保安 回宿舍路上,他想打电话给女友道歉 但一连几个都没接通 这让原本就郁闷的他内心更加烦躁 不停地将稀有抛来抛去 结果一个没接住掉在了地上 烦闷的他只能挂断电话 正当他准备弯腰去捡时 无意间瞄到了身后有部队 转头,就见不远处 有个穿着红衣的庞人大物躺在地上 小帅盯了许久都没看出不妥 不在意地收回视线,继续捡起稀有 拍走他身上的灰尘时 小帅面露不屑 然而等他再次转头看过去 刚刚躺在地上的物体就站了起来 小帅有些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问 你谁啊? 那人没出声,只是静静地站着 小帅见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心里更加害怕 于是赶紧逃跑 走到拐角处,见神秘人被追上 小帅就放慢了脚步 但刚没走两步,他突然感到背脊一凉 不放心地再次回头 却见拐角的角落露出了神秘人的半截身体 小帅盯了一会儿,总感觉有点眼熟 下意识地看向手中稀有 他心里发毛了 捏着稀有的左手抬了起来 不信邪地看向神秘人 果真,他也抬起了一只手 小帅越加地害怕 但是他没有跑 只是再把稀有的头扭一下 这次他望过去 刚开始没动静 当他定睛仔细看时 刷,露出了他的头颅 小帅吓得拔腿就跑 这时,学校大的弊端出来了 跑半天也没跑回宿舍 跑到半路 小帅杀住了脚 因为神秘人就站在他面前 他心里想跑 但身体不受控制动不了 突然,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 黑暗中 小帅看到神秘人猛地靠近 他转身就想跑 但被自己的脚绊倒 手中握的稀有被摔了出去 小帅盯着眼前的稀有 此时,神秘人也渐渐靠近 躺在地上的小帅 缓缓扭过头 向上望去 映入眼帘的 是那小门口保安的脸 拿回了稀有 保安继续坐在门前听戏曲 玩戏偶 等他困倦回房了 我们也看到了小帅 宛如人形木偶般 面壁思过 所以说 偷东西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下场谁知道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夜半迷离曲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